虽然人与动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彼此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但是至今日仍有不可忽视的联系,很多时候人与动物之间也总会发生一些感人的故事。 其中,根据科学研究,星星与人的相似度高达98.5%,可以说是人类生物学上的近亲了,所以星星的很多行为和人也很相似,好比一些星星能够用双脚去行走,还能双手使用工具,且对人类很有亲近感。 像视频中的这只星星,竟然会拥抱女人,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出于对人类的友好之情,还是别有目的? 其实,这只星星和女人是旧相识,她们在12年前就认识了,当时女人才9个月大,名叫坦西,家在英国,经常与这只大星星玩耍。 到了2002年,因这只星星被放归大自然,坦西在长达12年的时间一直没再见过她,对她非常的想念。 她时常在想,自己的星星朋友会不会也在想念着自己呢?是否还在非洲安好的生活着? 坦西实在是太想念星星朋友了,如今她已经26岁,可以独自出远门了,她要去寻找儿时的伙伴,陪伴她度过许多欢乐时光的大星星。 那么看到这儿,也许有人会问,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小婴儿整日和一只大星星玩到一起,并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事情是这样的,坦西的父亲名叫阿斯比诺尔,曾是英国知名的动物保护人士,所以在一些动物面前,她的行为十分大胆。 喜当爹后,她就让自己的宝宝和星星玩耍。 不仅如此,女儿长到一岁半的时候,她还对外公开了星星怀抱她女儿的照片,并且要让女儿和两只名叫贾尔塔和Bims的大星星单独相处。 此话一出,引起了轩然大波。 阿斯比诺尔疯了,竟然因为自己对动物的信任而将幼小的女儿推入寿窝。 面对批评声,阿斯比诺尔依旧没有改变自己心中的想法。 所以住在英国肯特郡野生动物中心的星星们成了坦西的小伙伴。 接下来,故事的发展和一些所想象的并不同。 大星星不仅没有伤害坦西,每天还和坦西玩耍得很是愉快,想必是把这个人类宝宝当成了自己的小孩。 而小坦西自幼就被老爹有意放在动物环境中培养,所以胆子也很大。 面对眼前浑身是毛,长得有点丑的庞然大物,丝毫不畏惧。 就像面对一位人类长辈,在大星星面前生活得很自然。 甚至平日里,坦西和大星星们相处得很温馨,她会和大星星一起吃水果,没事就不停地抚摸大星星的大脑袋。 不仅对大星星很有安全感,还很依赖大星星。 所以坦西在和大星星相处的时候不哭不闹,也没想过要找人类的小孩当玩伴,不要大星星了。 如果小塔西无聊,大星星还会哄她开心,带她去滑滑梯,抱着她在枯草地上游荡,还会与她玩躲猫猫,在金色的草丛里钻来钻去。 就这样,在大星星的陪伴下,坦西一点点地长大,与大星星之间也建立起了越发深厚的情感。 双方早已相信对方无论如何都不会伤害自己,且除了爱,对方对自己别无目的。 的确是这样的,在人类的世界里,很难找到如此纯粹的感情。 大星星是父亲送给坦西最珍贵的成长陪伴礼,也正因如此,小时候的坦西曾以为她会和这两只大星星一直待在一起, 它们已经亲密地像一家人了不是吗? 但动物与人终究有差别,它们更适合奔跑在大自然中感受自由的快乐。 所以2002年,阿斯比诺尔出于对大星星争执的爱,将它们送到了非洲,放归自然。 坦西也因此被迫与大星星们分开,她为大星星能够回归自然家园而开心,但心中也十分不舍。 毕竟与大星星多年相处,岂能就此忘记那群纯粹的好朋友,坦西一直希望未来的某一天还能与她们重逢。 而与大星星分别之后,坦西像其他姑娘一样上学,工作,用一点一滴的汗水成长为了一名珠宝设计师。 由此可知,坦西的生活条件应该挺不错,身边也不会缺乏朋友,日子过得也相当精彩。 但此时的她仍怀念与星星相处时的快乐无邪的时光。 所以寻找儿时的星星朋友们一直是坦西埋在心中的一个愿望,且是她迟早要去做的事。 坦西26岁的时候已经和大星星分离长达12年的时间,她等不及了,决定动身去非洲,试着寻找那些陪伴自己长大的大星星。 此时坦西的父亲阿斯比诺尔也仍是保育人士,对动物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态度,对大星星的喜爱也不亚于女儿,也很想念那些大星星,尤其想念他们的星星好朋友贾尔塔和Bims。 于是她和女儿一起前往非洲加棚的热带雨林,当时放归星星的地方。 于是她们备好了干粮,带上行囊,搭上了小船,怀着一颗激动的心情,一路披着阳光与星月,直抵非洲加棚的丛林深处。 踏进那块大陆的那一刻,她们兴奋而不安。 找寻多年的老朋友是一件让人开心到睡不着觉的事情,但她们已经与老朋友阔别12年,还能找得到她们吗? 她们心里也没谱,且就算找到了她们隔着漫长的岁月,还能否认得出彼此呢?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一切都是未知的。 现在她们就连星星具体在哪儿都不知道,可不能保证大星星是否还记得她们。 但她们不想放弃,一边乘船沿着河岸前行,一边大声呼喊大星星的名字, 甲尔塔,Beams,希望能看见那些熟悉的面孔。 让她们意想不到的是,突然之间,一处河岸的丛林中传来了刷刷刷的动静。 随着她们瞪大了眼睛,当然不是看到了什么骇人的猛兽, 而是她们日思夜想的两个老朋友真的出现在了她们面前。 是甲尔塔和Beams,十几年不见,她们还记得自己的名字, 但她们似乎忘记坦西和阿斯比诺尔了, 一脸困惑地看着她们,但目光又如此的温柔, 似乎正在努力搜索记忆的信号。 真的是够为难她们了,上一次她们见过人类已经是许多年前, 毕竟非洲的环境很原始,日带雨林也暗藏着各种未知的危险, 一般不会有人轻易涉足,尤其是甲尔塔,一开始还挺蒙圈, 加上坦西长大后容貌有了改变,阿斯比诺尔也老了不少, 她一时难以辨认来人是什么来透, 不过爱总会留下某道深刻的痕迹, 随后甲尔塔秀出了阿斯比诺尔和坦西的气味, 终于将她们认出,立马激动地与她们拥抱,亲吻。 老朋友之间见过面后,都确定了双方仍安然地活在这世上, 这便是阔别十几年后最欣慰的事。 但坦西和父亲作为人类,没办法在日带雨林待得太久, 最后还是要离开大猩猩,离开非洲。 而他们离开后,大猩猩仍在河对岸等了他们一晚上, 对他们依依不舍地观望,满行期待着与他们的下一次重逢。 在这里,我们相信只要他们还对对方念念不忘, 就会再次相逢。 到那时候,相信他们仍会给彼此一个温暖的拥抱和热情的亲吻, 目光依旧是那般的温柔。 母爱是相通的,这种伟大的情感并不仅仅只存在于人类之中。 这只母猩猩和她的孩子被困在了大火之中, 这是多么绝望的一幕。 母猩猩不停地嚎叫着,向外面求救, 她几次想把孩子送出去但都失败了。 这位母亲和孩子能活下来吗? 谁又能来救救他们呢? 猩猩是世界上最冰威的动物之一, 而它们之所以会面临这样的困境。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类的各种步伐活动。 这些聪明的动物有时候会因为它们的皮肉而被猎杀, 或者被偷猎到黑石当宠物卖, 也有因为森林砍伐而死亡。 比这更为直接的就是森林火灾。 由于在树林里活动的人类随意扔下一燃物, 导致熊熊大火蔓延到了星星的居住地带。 这只星星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就是这场火灾的受害者。 故事发生在2015年, 那里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小村庄。 一只母猩猩和她的孩子在森林里享受着它们快乐的一天。 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巨大火焰吞没了这些动物周围的树。 随着火势的扩大,温度急剧上升, 许多动物因此逃离该地区, 而其他无法逃出去的动物则不幸在大火中丧生。 这是一场蔓延在森林里的火灾, 而且是一场严重的火灾。 但是这场火灾并不是发生在人类的居住地。 当地人认为这场火灾不会对它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因此它们并不关心火事, 更别说关注在这个过程中被摧毁的野生动物了。 不幸的是, 很多时候这些火灾会在干燥的天气条件下失控, 绵延树英里。 这只母星形叫伊朗藤, 它是一位称职的母亲。 当感觉到火灾来临的时候, 为了确保孩子的安全, 伊朗藤带着孩子来到了山顶的最高处。 它相信它和它的孩子在这里会很安全, 但后来风向变了, 火事开始朝着伊朗藤一家蔓延。 当身下的树干因为火焰开始坍塌, 星形妈妈带着孩子跳跃了一大步, 设法扎住了附近一棵树的树干。 为了不让它的孩子陷入危险, 星形妈妈开始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 它努力地逃离身后熊熊燃烧的火焰, 一路跳跃了很久, 星形妈妈妈才停下来。 它在其中一棵树上观察周围, 看到远处野火的烟雾, 虽然火焰离它们已经有些距离了, 但是星形妈妈还是没有安全感。 它迅速地走到森林的地面上, 让它的孩子紧紧地抱着它。 两只星形在森林的土地上寻找出路, 远离野火的炙热。 很快, 星形妈妈妈就找到了路, 那条路在一个小村庄的边缘, 母子二人都是分饥饿, 它们小心翼翼地走出树林, 然后走进田野。 田野周围散布着几个村民, 它们在田间劳作, 好像在种某种蔬菜。 星形妈妈实在是太饿了, 它悄悄进入田野, 选择一个远离村民的地方, 开始吃它能吃的东西。 它的孩子从它胸口爬下来, 开始环顾四周, 星形妈妈一边吃一边观察它的孩子, 确保它的孩子一直在它的视线范围内。 吃了一会儿后, 母星形感觉非常口渴, 它抱起孩子走了, 去了当地的一口井, 它找到了一桶水, 坐在井边, 然后开始喝水。 但当它喝水的时候, 在田里干活的村民之一 发现了星形和它的孩子。 这个村民立刻叫来了村子里的其他人, 两只星形很快就被包围了, 村民们不想让它们的装甲被星形吃掉, 它们把这两只动物视为入侵者, 并把它们绑了起来扔进了森林。 要知道, 此时的森林正蔓延着熊熊大火, 而母星形和它的孩子根本无法动弹。 很快, 大火蔓延到了两只星形带的地方, 母星形看到大火蔓延过来, 十分着急, 它用自己唯一能够移动的头部 想要推动自己的孩子远离火焰, 但都是败了。 母星形的表情悲伤极了, 它不停地哀嚎着, 希望能有人来救救它的孩子。 它喊了很久, 直到火焰越来越近, 但依旧没有人愿意帮助它。 正当它感到绝望的时候, 远处突然想起了一阵人生。 原来是一位好心的村民联系了当地动物救援组织, 并讲述了两只需要它们帮助的动物。 救援人员很快就在村子里安顿下来, 并到达了事发地点。 志愿者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那两只星形看起来是多么无助, 它们想尽快把它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它们用一只大笼子装在雌性星形, 并把它的孩子放进货车上的箱子里, 然后志愿者们迅速返回保护区。 在两只星形到达保护区后, 收医对星形妈妈和她的孩子分别进行了健康检查, 检查发现这两只动物严重营养不良, 而且还有很多外伤, 这意味它们还需要一段时间去修养身体。 接下来的几周, 志愿者们开始按照收医的建议, 为两只星形准备食物, 为了让它们恢复精神, 志愿者们把这对母子放在了一个笼子里。 果然,母子俩见到对方之后, 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在保护区兽医的照顾下, 两只星形的伤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兽医拿来了特别治疗烧伤的药膏, 在清理伤口和瘀伤的时候, 它们都坚持了下来。 接着,母子俩被安排了特殊的饮食, 这些食物能够更好地保证两只星形的体重能够增加。 几周后, 无论是星形妈妈还是她的孩子, 它们都看起来健康一些了, 它们的体重都恢复了, 它们的心情和状态也好了不少。 这是个好兆头, 因为这意味着两只星形没有受到持久的伤害。 要知道如果留下了某些后遗症, 它们很可能无法在意外生活。 有稳定的食物供应, 星形宝宝的身体已经开始明显增长, 它的体型变得更大, 也越来越活跃。 保护区的志愿者会经常看到小星形试着和保护区其他的大星形玩, 戏弄它们, 或者故意偷它们的东西, 让它们去追。 星形妈妈也适应得很好, 它和保护区和它一样得到救助的星形相处得很和谐。 终于有一天, 这对母子接受了检查后, 兽医认为它们已经足够健康, 可以被放回野外, 它们是在一个著名的保护区被放生的, 那里不会有偷猎者, 伐木工人, 还有野火, 两只星形高兴地进了森林, 它们很高兴再次回到它们的自然栖息地。 同时, 志愿者们对于它们能救下这两只神奇的动物这件事也非常欣慰, 不过它们看到星形母子离开也感受到了难过与不舍, 然而这是它们必须要做的, 因为星形属于野外一样, 它们应该和它们自己的同类待在一起。 志愿者在放生星形母子之前还做了标记, 这样志愿者们就能知道它们的行动轨迹, 确保它们都健康快乐。 这个标记还为有关部门提供了重要信息, 关于星形在野外的行为和模式。 有了这些信息, 国际动物救援组织能够知道如何最好地帮助这些神奇的野生动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